2022地方选举时代力量不缺席 推出教育工作者陈庆元参加第三选区的县议员 而陈庆元将在会中承诺 当选后将公开公费助理名单以及薪资集聚 也会针对老师还有孩童权益 同学安全等面向做出努力 积极监督县政府的作为 时代力量花联党部召开了 2022花联县议员参选人提名记者会 宣布由陈庆元参选花联第三选区的县议员 党主席及立法委员陈娇华也透过视讯来推荐陈庆元 花联的好山好水的好 都需要向庆元秀的典型 进入县议来为花联来服务 所以在这里推荐陈庆元 也希望花联市民 花联县民能够榜票脱配陈庆元 参选人陈庆元是教育工作者 他强调进入议会后会致力监督县府 针对第一线教师权益 学童宜安午餐 通学安全还有推动以花联这块土地为主体的历史和文化教材 那我们推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文化政策 因为过去八年我都是在担任国小老师 那也在社区营造的社区工作上有所努力跟我们的成绩 那这些都能够来让我们的选民朋友们检验 那我在这次最重要第一波会提出来的 就是不管是在教育文化政策上面 我们会捍卫第一线花莲的教师权益 学童营养午餐 通学安全 以及我们会来发展 就是以花莲这块美好的土地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教材 那这些我们都认为是改革花莲最重要的第一步 那我们也认为花莲县议员县议会 需要一席有专业没有包袱 过去没有家世背景的专业的教育文化议员 25号的记者会除了和党主席陈娇华视讯连线 秘书长白清芬也亲自到花莲来主持 现场还邀请到百乡亲农杨道明 幼教特教工作者林乃兴 还孕和平权工作者黄雅金担任推荐人 向大家来报告他们所看到的陈庆元 强调他年轻热忱用心 是值得花莲乡亲期待的民意代表 陈庆元以教育领航花莲向上为参政主轴 期许自己在教育、环境、平权议题上 为民众带来一个充满改革希望的新花莲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